散婚到底好吗 盘点十大散婚明星 他们的现在过得如何呢 哈喽大家好 我是Lio老师开讲 Lio不用怕了的Lio老师 大S徐希元 日前宣布与韩勋聚金宴结婚 45岁的大S在IG分享再婚消息 大S的第一段婚姻 和丈夫汪小飞 只是认识了49天 见面第四次便互许终身 结婚十年之后 突然宣布离婚 离婚之后的106天 他又再度宣布再婚 再次散婚 此一举动 让媒体和许多人 开始谈论散婚到底好不好呢 不少两性专家指出 散婚的离婚几率较大 到底为什么呢 难道散婚只是一时冲婚脑袋 所下的决定吗 散婚都没有好的结果吗 让我们来盘点一下 这些年在娱乐圈 散婚的10对明星大咖们 第一对 大S和汪小飞 在演艺圈中 散婚的代表绝对少不了大S 2010年大S在安以轩的生日会上 认识了老公汪小飞 两人认识20天 见面四次就决定携手走向婚姻 从恋爱到结婚的神术 当时可是吓到不少人 两人的婚姻携手至今走过了10年 育有一子一女 一家四口用幸福生活 打脸当时都不看好的网友 汪小飞还更放散地 透露大S给他的温清和踏实感 不认为两人是散婚 而是缘分早已生埋 在适时的时机里面 开出最好的花朵 而在今天看来 真是不胜唏嘘啊 是不是有句话这么说 宁可相信世间有鬼 也不相信男人的那一张水 不过也许是此一时也 彼此也罢 第二对 周润发跟于安安 赌神周润发 除了和现任妻子陈慧莲 甜蜜婚姻之外 过去在年轻的时候 也曾经有过一段短暂的婚姻 当时他被视为当红小生 事业正在上升期 遇到了同样正当红的花旦于安安 当时外界事前几乎不知道 两个人的交往甚至还谈及婚嫁 某天突然爆出两个人的婚讯 就连婚礼都办得仓促 最终这一段婚姻也仅仅维持了9个月 闪婚闪离也成为了八卦话 第三对 孙邪志跟韩瑜 5566的孙邪志在2011年跟韩瑜合作 天下父母亲在拍戏的时候 两人擦出火花 两人不到一年就结婚 不料却在2015年4月离婚 离婚的原因当然也包括生小孩的问题 孙邪志坦言夫妻两个当时 对于传宗接待的问题形成较大的压力 第四对 何宇文和邵天成 日前终结了八年婚姻的女星何宇文 一位和丈夫对于婚姻生活两个想要的不同 两人和平离婚 回首2012年他们甜蜜宣告结婚 男分校车呢 她是她的粉丝 追求半年多就闪婚 直说很幸福遇到了偶像 然而原本爱情走向亲情 婚姻两人育有良女 夫妻两在婚后的生活 需要的方向不同 最终和平牵制 退回到好友的关系 第五对 林心如跟霍建华 自有变成自爱的最佳典范 女星林心如和霍建华拍戏结缘 两人互相探班 关心的跟家人般的相处 长到十年一直处于友达以上 恋人未满的关系 在2016年霍建华在林心如的生日会 上告白 两人选在520公开恋情 林心如的一句 原来幸福一直离我们那么近 交往半年左右 就在巴厘岛举办婚礼 成为令人羡慕的明星夫妻党 第六对 小贞跟李静良 当年年仅22岁的艺人小贞 与老公李静良 于2007年闪电结婚 婚后欲有一女 李静良的花边新闻不断 导致两个人在2012年分居 在2019年协议离婚 从犀利人妻到幸福人妻 随堂因为受邀去看 演员赖佩霞的舞台剧 因此而认识对方的妻子 托尼谢 才见面两次面 就决定交往 一个在台湾 一个在美国 全靠视讯APP联系 两人认爱9个月之后闪婚 他甜蜜的说他老公 让他很有安全感 相处起来非常的自在 婚后5年 两人仍像在热恋起一般 经常出游在美照放闪 真是让人羡慕 第8对 阿娇 钟心童和赖红国 日前两人宣布了 断了14个月的婚姻的阿娇 震惊中港台的网友 2017年任爱一届亡羊名赖红国 相差8岁的姐弟恋 不成为阻碍 俊男美女的搭配 更让外界疯狂的祝福 短短交往4个月 就迅速的闪婚 婚后两人合拍时禁秀 谈话性的节目 大谈相处相爱的故事 净显甜蜜 不料却在两年后 爆出了价值观不同而分居 甚至早就不合 只是为了表面的和谐 继续假装 让许多网友纷纷傻眼 第9位 林志玲跟Akira 还记得举办世纪婚礼的 志玲姐姐的幸福模样吧 她的氛围感染许多人 林志玲在2019年6月 突如其来的宣告 与小7岁的放浪兄弟成员 Akira 黑泽良平结婚 台湾全民情人 恋情一发就直奔结婚喜讯 轰动两岸三地的网友 跟粉丝们 两人其实早在2011年 就因为舞台聚而相似 但当时还未发展成恋人 直到2019年再度联系上 南方的体贴陪伴与守候 让她秒决定进入人生的下一步 踏入婚姻 第10队 宋忠基与宋慧桥 韩国的双宋CP 宋忠基和宋慧桥 因合作太阳的后裔 插出了火花 假气真作变成了情侣 并在2017年10月31号 步入礼堂 不过婚后不时传出 分手 出轨 离婚等等传言 最终在2019年宣布离婚 结束了一年八个月的短暂婚姻 以上是我们早出的 十位散婚的明星夫妇 当然结果各有不同 老师在网站查了一下 哎呦不查不知道 一查吓一跳 台湾的离婚率 竟然是亚洲排行第一名 根据内政部统计 台湾离婚在2020年 高达51,680对 位居亚洲之冠 所有离婚的年龄层中 以35岁到39岁 为离婚率最高的阶段 但在如此高的离婚率之下 我们很难知道这些离婚的夫妻 到底有多少对是跟散婚有关系的 有一个美国婚恋网 曾进行调查与统计 数据显示 每100对散婚的夫妻 有高达81.3% 对婚姻不到一年变散离了 而且每年散婚散离族 都会增加1% 根据两性专家指出 散婚的散离婚率是蛮高的 特别是拍拖没有超过三年变结婚的人 甚至比其他人多于50%到60%的机会离婚 这个数据听起来的确令人担忧 老师想起了一个故事 一位姑娘问奶奶说 奶奶啊 为什么在你们那个年代 一段婚姻都可以维持五六十年呢 奶奶告诉她说 因为在我们那个年代啊 什么东西坏了 我们都会想办法去修 而在你们这个年代 你们只想换 对吧 一个不同的思维 换来不同的结果 以前的父母之命 没硕之言 大家觉得算不算超级散婚啊 两人彼此不了解 婚姻大事全凭父母做主 甚至有人连面都没有见过 但这样子 他们也能相处一辈子 你说他们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 相信上面那位奶奶所说的话 值得我们深思 其实老师要表达的意思是 不管散婚还是恋爱很久的情侣 结婚都需要一股冲动 其实不只是结婚 老师认为做任何重大决定 都需要一股冲动 相信没有一个人的结婚 就是为了离婚而来的 对吧 所以夫妻俩要如何经营婚姻生活 我认为才是真正的重点 想维持婚姻 要靠的绝对不止只有爱情 有时候老师在想 如果经营婚姻生活 就像我们在经营客户一样 各位你会不会觉得 这样子更好一点呢 老师提供多年业务的经验谈 维护好客户的关系 和维护好一个家庭生活是一样的 都需要努力做到以下的八点 和大家分享 第一 成功夫妻要彼此欣赏 5乘以2等于10 5乘以5等于25 5乘以6等于30 5乘以8等于45 在这四个数学题里面 你看到什么 没错 我相信有90%的人 都看到第四题是错的 但是老师想请教各位 今天当你看到这个数学题 有一题是错的 请问一下 你有没有看到三题是对的呢 在我们婚姻的生活 我们既不是老师也不是教练 那更不是法官 在家庭里面是不论是非的 也不需要去这么纠结对和错 我们重点要在欣赏彼此的优点 我们都知道 每一个人都有优点跟缺点 如果你把你的眼光 多放在优点里面 你就尽量少看到缺点 所以我认为 首先第一个 成功的夫妻要学会彼此欣赏 第二 成功的夫妻都会学会相互倾听 你有多久没有静静听对方说话呢 你能不能在认真的听对方讲的一些过程当中 去了解他真正的需求 他真正想表达一件事情呢 人与人相处要学会同化立场 站在对方的立场里面来想一想 来听听看 也许对方讲的很有道理哦 所以各位 尽量的闭起你的嘴巴 张开你的耳朵 多听听对方说什么 你会知道他真的需要是什么哦 第三 即使再忙也要长保约会的时间 其实有说夫妻相处久了 难免采米油盐降醋茶 这种日常的生活把这些激情就慢慢的归于平淡了 所以呢 老师很重视三个字叫仪式感 所以各位一定要记得 在重要的时间里面给予好的仪式感 对方的生日你记得吗 学不就要办成生日 要不要约个会 吃个牛排 要不要去外面走一走 经常找一些理由让彼此之间多一点互动的一些关系 老师绝对保证 约会绝对是让彼此感情更甜蜜的关键哦 第四 不要以为你的伴侣知道你的一切 其实有时候人啊通常会自以为是 认为对方相处久了就应该要了解自己 其实有时候我们反问一下自己 你真的了解对方吗 如同我们今天去看医生 我们一定要告诉医生我哪里有不舒服的地方 医生在我们所谈出来不舒服的地方之后 他去找群原因 你说对吧 如果哪一天你去看医生 你告诉医生说你不是专业的吗 你来看看我哪里生病了呢 医生会告诉你 我看你有神经病是吧 所以一样当今天你自己有什么东西喜欢 什么东西不喜欢 什么东西让你舒服 什么东西让你不舒服 在这样的一种生活习惯里面 你必须要告诉对方 不要自以为是的对方就一定要知道 很多人都认为你的伴侣应该要知道你的一切 不不不 其实如果连你自己都不了解你自己 那你要如何让对方更了解你呢 第五 别一直坚持自己是对的 老师经常说与人沟通必须承认对方三分有理 想想看 如果我们在跟对方沟通的过程当中 我们都认为对方所讲的都是错的 他都是找理由找借口 当你今天自我已经这么认定了 你会真的认真听对方讲话吗 所以我们是不是可以转一个念头 在自己的内心里面告诉自己一句话 我来看看对方讲的哪些东西是对的 我们在对的地方来找出一个 我们可以一起解决事情的方法 如果你用这样的一种心态 我相信你的沟通会更加的顺畅 第六 如果争执到一发不可收时 一定要先试着平心尽气 各位有时候冲动就是个魔鬼 记得一件事情 做任何事情要平心尽气 才能把事情解决得更好 不要说没有办法收回的话 不要做任何以后会后悔的动作 告诉自己冷静一切搞定 第七 夫妻之间要彼此称赞相互加分 有时候我看到很多夫妻很可爱 常常都是逅上漏气求进步 每一个人都去接对方的一些仓巴 各位那又何必呢 你想想看当别人接我们的仓巴的时候 我们会开心吗 各位没有想过 我今天都说我这个老公很棒 老婆也说这个老公很棒 两个是不是有加分的作用呢 就像很多人在公司经常上班老板骂下班骂老板 回去之后都说这个老板这个主管像鬼一样 各位你有没有想过 如果今天你的主管是鬼 那你跟鬼混那你是什么 我想你是小鬼都不如同意吗 相对的我们老公老婆之间也是一样 如果我们今天讲说我的老婆是很棒的 那请问一下各位这个老公棒不棒 如果当你今天讲说你老公是非常厉害的 那你想想看你这个老婆又是如何呢 所以夫妻之间需要彼此称赞才能互相加分哦 第八 当面对挫折的时候给彼此一个拥抱 支持的力量很大 其实各位 你有没有发现当我们今天有时候沮丧的时候 对方亲人夫妻之间 一个眼神一个动作一个拥抱一个点头肯定 都可以得到一个极大的支持力量 其实有时候话不用说太多 该说的都知道 眼神也好 力量也好 动作也好 拥抱也好 给对方一个好的肢体动作 我相信理解万岁 以上所提的八点建议 希望能给大家带来一些帮助 最后老师和大家分享一首歌 这是张宇和他老婆十一郎所做的给你们 好好去体会歌词里面的含义 和婚姻带来的意义 我会在底下放上歌词 大家有空去看一看 相信相知相惜 婚姻生活才能够走得长长久久 祝福大家 今天老师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 如果你也喜欢这一集视频 并且让你有所感触的话 希望你能分享给身边更多的人 让我们一起在学习中成为更好的自己 我是Liu老师 我们下次见 拜拜 爱一定是特别的缘分 才可以一路走来变成了一家人 他多爱你几分 你多还他几分 找幸福的可能 从此不再是一个人 到处处试试试向证明的都是我们 你付出了几分 爱就圆满了几分 发行——我 试图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